台湾海洋画会会员于1月17号在纳鲁湾大酒店举办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改选礼监事 并于18号上午起在纳鲁湾一郎办理画会的台东站连展海洋古润 会员们送出自己的作品 感谢新任理事林延黄与邱卫淑云夫妇 对于画会的支持与对于推广艺术活动的热忱 大家还一条心的新手创作画了一幅16尺的大作送给纳鲁湾一郎典藏 我们画了那幅大画 我们全心全意想要回报纳鲁湾大饭店艺文中心 所以这个场地也非常适合 因为这个画很大有一丈六宽度有一丈六 小的地方是挂不下的 所以纳鲁湾可以挂得下这张画 我们送给它是恰当 非常恰 恰如其所 我们对太平洋的浪潮 以及它的海水的颜色 我们非常的欣赏 所以我们非常喜欢到台东来 那很荣幸这次邀请到画会到台东来展览 我也非常感谢有这么好的作品 能够在台东提供给我们台东所有的热爱艺术美术的好朋友们 让他们有更多分享的一个空间 这一次很特别 海洋画会送了本艺朗 大概有15件的作品 还有一张很大的乐画 这是大家团结凝聚在一起的一个热忱 我们非常感谢他们 我常常在讲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分享 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给大家看 这个就是分享 那他本身这个董事长跟他的这个夫人 对艺术都非常的爱好 那我们想说我们几次在这个地方的活动 都有纳鲁湾来赞助我们 那我们也想说投桃报李 我们讲的这个文人的这种人情 也就只有说纸一张 只是这次这张纸是比较大张的一张纸 我们想作为一个反馈 给这个这边的纳鲁湾 以海洋为名的台湾海洋画会 继2016年之后再度来到纳鲁湾一郎 展出会员们各种诠释海洋的作品 极为大臣 有惊涛骇浪 有柔情四海 邀请您来感受 极领略海洋的万种风情 他们原先的绘画基础都非常好 现在发挥在海洋上面 确实让我们觉得是很有文化底润的发挥 海洋画会有一个宗旨 就是要突破新视野 建立新传统 那我们海洋画会来自全国各地 在我们楼方教授的指导之下 以海洋为主题 那我们会各种的海洋的一个探索 所以我今天坦白说 我看到我们的会员 每一个人画的海 甚至于不只是海 都是非常精湛 而且很有创意 那种创建 是来自于每一个艺术家的内涵 财团法人林坤齿文教基金会 不只支持纳鲁湾一郎经营 也维持着传统 每年颁发奖助学金 给成绩优异的清寒子弟 2020年选择于农历春节之前 海洋画会连展开展的同时颁发 不只希望为提惜青年学子尽点心力 也想向他们推广优质的艺术活动 台东所在综合报导 在综合法人林坚